同学们好 今天我们来学习扩散这一章最后一部分的内容 影响扩散的因素 材料内部置点的扩散将导致材料微观结构的变化 从而影响了材料的性能 从前几节的讨论中可以看到材料的组成 结构和温度等等诸多因素 都会对扩散产生不可忽略的作用 那我们来看第一个影响因素 晶体组成的复杂性 在大多数实际固体材料中 往往具有多种的化学成分 因此一般情况下 整个扩散并不局限于某一种原子或者离子的迁移 而可能是同时有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原子或离子 同时参与的集体的一个行为 所以实测得到的相应的扩散系数呢 不再是自扩散系数 而应该是互扩散系数 互扩散系数呢 不仅仅要考虑每一种扩散组成与扩散介质的相互作用 同时呢 还要考虑多个组分本身它们彼此间的一个相互作用 所以说呢 晶体组成越复杂 那么对扩散的影响也就越大 第二个是化学件的影响 那不同的固体材料 化学件不同 它扩散的系数也是不同的 通过之前的学习呢 我们已经知道 在金属件、离子件和共架件材料中呢 空位扩散机制始终呢 是主导的迁移方式 并且因为空位扩散活化能呢 由空位形成能和原子迁移能两部分组成 所以激活能呢 常常随着熔点的升高而增加 扩散系数减小 但是当间隙原子很小或金格结构比较开放的时候呢 间隙机制占优势 比如说碳氮氧等原子在多数金属中按照间隙机制进行扩散 又比如在银石浮化钙结构中 浮离子和氧化U中的氧离子也是间隙扩散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原子迁移的活化能与材料的融点呢 并没有明显的关系 第三个 晶体结构的影响 首先呢 晶体结构类型对扩散系数有影响 那一般的 紧密堆积结构中的扩散呢 比在非紧密堆积结构中的要慢一些 那特别是在具有同素依构转变的金属中 不同结构的自扩散系数完全不同 例如在910度时 α铁的自扩散系数是γ铁的280倍 其次呢 固容体的类型也会影响扩散系数 那对于间隙固容体中的间隙原子 它已经位于间隙 而置换固容体中 置换原子呢 通过空位机制扩散时 首先呢 要形成空位 因此呢 置换型原子的扩散活化能 比间隙原子要大得多 第三个方面 晶体的各项异性 也会导致扩散速率的差异 那对称性高的话 各项异性就不明显 第四个是晶体结构缺陷的影响 我们说 一般呢 晶体上原子排列比较混乱 存在着较多的缺陷 它的能量非常的大 而在表面上 它的缺陷数量就更多了 那所以实验证明呢 材料中 晶体上的扩散速率 比晶体内部扩散来得快 表面上呢 扩散最容易进行 所以说表面扩散系数 DS是大于晶界扩散系数 DG 大于晶格或者体积 扩散系数 DB的 如图所示 是α氧化铝中 离子的自扩散系数的比较 我们可以看出 对于多晶氧化铝里边 扩散系数要比单晶 扩散系数要大得多 这是因为 多晶氧化铝里边 存在着很多的晶界 晶界促进了氧离子的扩散 而且晶界对离子的扩散呢 是有选择性的增强作用的 比如说在三氧化二铁 氧化骨 钛酸丝 这些材料中呢 晶界或者胃错呢 有增强氧离子的扩散作用 而在氧化皮 氧化U 氧化亚酮等材料中 则没有这个效应 这种晶界对离子扩散的 选择性增强作用呢 是和晶界区域内 电荷的分布密切相关的 如图显示了金属银中 银原子在晶力内部的 扩散系数Db 晶界区域的扩散系数Dg 和表面区域扩散系数Ds的比较 它们的活化能的大小也分别为193 85和43千角每模2 显然活化能的差异与结构缺陷之间的差别是相对应的 那么在离子化合物中 晶格扩散 晶界扩散和表面扩散 它们活化能之间有这样的一个比例关系 可以看一下 所以说多晶体扩散系数 要大于单晶体的扩散系数 除晶界以外 晶力内部存在的各种位错呢 也往往是原子容易迁移的途径 结构中为错密度越大 为错对原子扩散的贡献也就越大 第四个呢 是温度的影响 那我们由扩散系数的一般表达是 D等于D0倍的E的负Q除以RT 可以知道 扩散系数呢 与温度呈指数关系 温度越高 原子的能量越大 越容易越迁 扩散系数也就越大 同时扩散活化能Q值就越大 说明温度对扩散系数的影响 也就越敏感 那如图呢 给出了一些常见氧化物中 参与构成氧化物的氧离子 或氰离子的扩散系数 随温度的一个变化关系 我们可以看出 扩散系数都是随着温度的升高 而增大的 温度和热过程对扩散影响的另一种方式 是通过改变物质结构来达成的 比如说在硅酸炎玻璃中 网络变性离子 钠离子 钾离子 钙离子等等 在玻璃中的扩散系数 随着玻璃的热力时 有着明显的差别 那么在脆冷的玻璃中 扩散系数呢 一般呢要高于同组份充分退火的玻璃中的扩散系数 两者可能会相差一个数量级或者更多 这与玻璃中网络结构的疏密程度是有关系的 那么如图给出了硅酸炎玻璃中 钠离子随温度升高而变化的一个规律 中间的非线性区域呢 是因为玻璃的形成是在一定温度区间 TG到TF之间完成的 在这个区间内呢 绒体和玻璃体是混融的一个状态 结构变化所致 所以说性能呢 也会出现一个非线性的一个部分 对于晶体材料 温度和热力时对扩散也可以引起类似的影响 如晶体从高温及冷时 高温时所表现出来的高浓度的消特基孔位 那么在低温下保留下来 并且呢在较低的温度范围内显示出本真扩散 那最后一个影响因素就是杂质的影响 那利用杂质呢 对扩散的影响是人们改善扩散的一个主要的途径 一般来说 高价洋离子的引入呢 可以造成金格中出现洋离子空位 并产生金格积变 从而使洋离子的扩散系数增大 而且我们前面也学习了 当杂质含量增加 非本真扩散与本真扩散温度转折点会升高 这表明呢在较高温度时 杂质扩散仍超过了本真扩散 那然而必须注意的是 如果此时引入的杂质与扩散介质形成了化合物 那可能会发生电锡将使得扩散活化能升高 扩散速率下降 那总之呢 杂质对扩散的影响 必须考虑 晶体结构缺陷地和 晶格积变等等众多因素 情况比较复杂 好 以上就是影响扩散的因素 我们在生产实际中呢 必须充分考虑这些影响因素 通过改变条件才能提高材料的扩散性能 今天将这个影响 contrario 这也会是有关系的 即使是有关系的 这还没有影响 有关系的报告 会谈砍 一定查理,还得多